小豬羅志祥去年一整年忘到一個不行 而且不是有這個風水師講說 他今年呢會是演藝圈最忘的 好了今年才一剛開始 馬上接下代言 只是呢在記者會上面有些糗了 因為主辦單位給了一個得獎名單 小朋友的名字全部是用英文寫的 念起來就卡也卡了 最後乾脆把英文名字拆開來 直接念字母了 穿上西裝 打上紅領結 羅志祥化身魔術師 妹妹你來抽一張牌 台上變魔術很帥氣 但是要頒獎給現場參加表演的小朋友時 小豬卻糗大了 因為一看到得獎名單上寫的都是英文名字 小豬當場傻了 直接他一臉尷尬的說 小朋友的英文都很好哦 都是英文名字 主持人趕緊解圍對小豬說 要我偷偷在你耳邊講嗎 小豬回說 可以的話最好 不過更糗的還在後頭 看到Chief這個英文名字不會唸 小豬直接把字母一個個唸出來 我本身就是一個不太會英文的 大家不知道嗎 但是我會唸得出來那個單拼音 剛剛看到英文名字都是小朋友的名字嘛 然後就覺得哇 真的 輸到用十方很少 英文一直以來就是小豬的罩門 還因此鬧過許多笑話 不過他似乎不以為意 還說過 只要大家開心就好 中日新聞簡婉如台北 綜合報導